You got me loose and set me free You got me loose You make me win in every way Winning in every way You show me how to spread my wings 好了我們今天歡迎那個 Joey 你叫什麼? Joey啊 那我們今天請她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米蘭租房子 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首先如果你是新生過來 然後你可能需要之前預訂一下 比如說你九月份過來上學 七八月份的時候 就要開始找房子 而且每一年的九月份 是整個米蘭就是換房子的高峰期 很多很多房源會出來 然後也有很多很多人去 就是在這個時間去吃房子 還有一點就是 不要找一些特別是靠谷的中間 我們怎麼知道她靠谷的中間 有些境外 你說境外服務宿店當中間 她可能就不是專業的中間 她可能就是也不知道在幹嘛 對對對然後就是一定要簽合同 因為有些房東她會就是 在你退房的時候會扣你押金 你得跟房東說如果我沒有什麼損壞 或者是我正常衛生都打垮乾淨 你不能扣我押金 假如說你找中間的話 還會有中間費 那中間費通常都是一個月的房子 通常 是是 那在看房子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搞不清楚說 她什麼包暖包 那個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付業費的概念 就是他們會說 包物業 暖氣和水費 你需要自己交煤氣費和電費 還有一個網費 其實告訴你一個 為什麼水費不要錢 因為水費跟物業費是一起的 在米蘭 然後水費跟物業費是一起的 所以它就是跟 假如說你的大樓有供應暖氣的話 它就是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水費的話可能 意大利其他地方存在 其他地區 對就不是這樣 米蘭的話就是水費和 暖氣費還有物業費 這三個是保在一起的 那房仲在這個 跟房東之間的角色 要是怎麼做 還是你的工作面 就是 假如說我今天要看房子 對 一個比較好的中介吧 就是 像你一樣好的中介 要怎麼樣去進行 就是一個負責任的中介 然後他會先了解 你的學校在什麼地方 然後盡量幫你找 你的需求 你的預算 然後跟你可能希望是離高 或是說你們有三個朋友一起住 然後要怎麼樣去找房 你可以去問他們 然後他們會給你一定的房源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想說 就很多的學生 他們可能 我剛剛說了 比如說九月份過來上學 他可能七八月份需要預訂房子 然後這種情況下 他們就不能現場過來看房子 然後這種情況下 我們一般都會提供現場看房子 就是說我去房子那裡 當我到房子那裡時候 我給你打視頻電話 有這種 對 這種他們看完了 如果就會比較放心 然後這樣預訂下來的話 他們了解更多吧 然後這樣他們會更放心 那如果我們知道你們服務 我們要怎麼找到你們 就是因為我也是 算是給他服務道 哈哈哈哈 沒有 不知道有這一趴 哈哈哈哈 不要騷擾他 你們要找房子 這邊留下我又買好了 好 我經常會跟學生說 我們的服務是從你開始交 就預訂這個房子 交給我們中間費開始 然後一直到你居住 你居住的整個過程中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直接來找我們 裝網路網路壞掉啊 就是諸如此類都有的沒的問題 對對對 然後你們都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的服務是 當你就是這個房子 你要退租 然後房東把押金 推給你之後才結束 你不是說我們說完中間費就跑路了 哈哈哈哈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帶大家去看一下 華人街的超市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國際市都 給大家看一下說那個 在這邊的那個超市裡面賣的東西 跟有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大家可以買什麼 欸 Jims 你今天沒給大家找到就對了 大家好 你今天來幹嘛 好 我們來陪你逛街 Jims 你可以介紹一下有什麼 拿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 你就隨便講 有彎做好 蛤 可以看一下這邊 就是調料特別的豐富 你看 你可以排很多很多醬 我愛做飯的朋友 我可以比較專業 老乾媽是很好吃的 你看 我會打換醬 它沒有醋是不是沙茶的一個 對 超好吃 三歐 這是上來的醬油嗎 蛤 醋 醋 哇你看還有沙茶醬 這邊你看有辛拉麵一碗三塊 嗯 有微粒茶醬麵 有微粒茶醬麵 然後它是五包五元 一包一一歐 你看這個豬肉鹼 兩塊錢兩盒 這個 真的很划算 那你想想看一塊錢一盒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買不到什麼 風潮的東西 不用每天都吃炸麵跟披薩 不用擔心 這個特別好吃 你拿一個錢 然後跟大家講多少錢 這個鮮肉大包 它的味道就是跟 就是那個全家 或者就是那種便利店裡面 就是那個賣的那個包子 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它講多少錢 那一袋好像是四五塊是不值的 那還可以 除不提到 還提到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三塊九一袋 這煮一鍋嗎 應該就是一鍋的料 然後這些 這些就是花椒胡椒 然後乾辣椒 還有一些自然 小茴香這些都有 還有印度咖哩 因為華人街搭回去 只要搭一個小吃 可是因為今天大工 所以也沒有車 所以我們只好叫一台Uber去 結果沒想到這台Uber是什麼車 一台這麼大一台 你怎麼會搭一台車 然後我們兩隻去買泡麵 這很誇張 喜歡我的頻道 可以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隨時收到米蘭最新的生活日記喔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換送一位仙女回家囉 請大家要講一下你的心得嗎 不用 有什麼心得 我滿罪吧大家 家人有想看你嗎 當然喔 Forest 我媽都快哭了 我跟妳講 不要下班好嗎 我問我們虛假的友情乾杯 我們今天是要換送女生回家 但是為什麼 突然就要來對虛狗不來 對虛狗很虛假 好了這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應該吃了 這集會過年收穫 哈哈哈哈